我每年除夕 除衣 都一起吃饭 所以今年吴康仁是特定的 沒有啊 他往年也會來啊 好像高雄的 他是 對啊 我認識邵宇慧十幾年了 他還沒出道 我認識 我哥的小孩是他乾媽 蛤?! 邵宇慧的乾媽 邵宇慧的小孩 他是他乾小孩吧 對啊 邵宇慧是你跟他乾媽 對對對 問生豪爆料 邵宇慧早就當媽 扑思下好交情 比吴康仁早相識 邵若芸 孫上文的媽媽 很好奇 如果上文知道自己的媽媽 和男人上床 會有什麼反應 邵林明順 萱萱及溫生豪主演的黑色懸疑劇 誰殺了他即將開播 溫生豪初五開工為信息宣傳 這回他演一個教會牧師 牧師給人能量的同時 他自己也要消化他自己的負能量 於是我們就讓這個角色更加的立體 那都是自己家的 基本上沒有 然後我跟編劇跟導演製作人聊完之後 他們就滿贊同這個說法 讓這種更加的複雜一點 而溫生豪過年期間被捕捉到 和邵宇薇 吳康人情侶檔同房大合照 甚至還提前幫他氣生 每年除夕 除衣 都一起吃飯 那是餐廳啦 沒有在他家 家怎麼可能塞那麼多人 那個都是餐廳啦 家裡整個人塞四五十個人 所以今年吳康人是特地的嗎 沒有啊 他往年也會來啊 我剛才告訴你是不是有 青年比較特別 因為提早了十幾天 去年他們 以為他們也是幫我提早 因為我都卡在農曆年前後 反正我第一個蛋糕 通常都是他們接的 你是有提前過生意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那我女兒買了蛋糕 她忽然就買了 今年她說她想要吃巧克力蛋糕 她就說 是她送你第一個蛋糕嗎 應該是 應該是 這蛋糕 她很開心 希望是爸爸出錢 我認識少爺會十幾年了 她還沒出道我真的吃 我哥的小孩是他乾媽 少爺為了乾媽 少爺為了乾媽 那乾小孩吧 對啊 對 那你是可以跟上你的蛋嗎 對對對 因為我哥老婆是他們姊妹淘 淘姊妹 淘姊妹 所以我認識她很久了 十幾年了 對啊她還沒出道 還是剛出道 還沒出道就認識了 話說週刊報道 溫勝豪當製作人的另一部新戲 整形春秋赤資上映 外傳因為李敬良撤資 導致兄弟情變 那在過年有跟李敬良 傳訊息還是通編的話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我們過兩天還要吃飯 所以你沒有覺得之前的新聞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好的 這也是蠻可愛的新聞 謝謝你幫我宣傳 我愛你 我愛你 向你實生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